而社团法人台北市妇女会参访花莲县政府 由县长许正卫社会处长陈家傅接待 双方就花莲近年来的经济和观光发展等议题进行交流讨论 县长许正卫也感谢妇女会姐妹和宝俊们 在年后历临花莲给予县政府祝福和鼓励 县人表示花莲市台湾很小的缩影中央山脉和海岸山脉环抱之间 南北辖场约180公里 而平原区域多分布于玉里和福里地区 是花莲主要稻米种植的区域之一 中间区域也被化为国家风景区 建筑物高度受到严格限制 营造美丽的天际线和全部的休闲氛围 吸引着众多旅人来前来 也邀请台北乡亲姐妹们能够常来花莲蒂临 亲身体验这片山水以及清新的空气 感受花莲独特的魅力 希望让透过这样子的聚会 让无论是台北的力量来到花莲 然后认识花莲的好人好风情以外 也让花莲能够见识到台北社团团结的力量 还有广大广大的很多未来的效益 那我想在这里分享花莲县 花莲县其实等于是台湾的很小的缩影 怎么说呢 台湾是中间有中央山脉 那花莲呢 花莲是南北 我们也是狭长行 南北180公里 东西我们中间还有海岸山脉 等于说花莲呢 我们有中央山脉 然后之后是花东重湖 之后海岸山脉 再到台湿一线 沿着这个太平洋 那花东重湖最宽的地方 只有11公里而已 等于说我们4到11公里 这是花东重湖 所以花莲的福利园段 大概就是在狱里妇女 那是平原最平台的地方 请讲许中也分享 花莲县政府推出了 敬老爱心继承车队 中央60岁以上的 银法族和身障者服务 政府每月补助 每年最高1000元车资 旨在提升当地民众的生活品质 现场姐妹们听到 纷纷占不借口 台北市妇女会理事长 何苏星也表示 这是一项非常犹豫的社会福利措施 对提升长者和身障者们的生活品质 有着积极的影响 记得Joyne花莲不打